RC点路的顺态分析,翻解的高屑,同畅,教材上,先将RC点路的零输入相应,零状态相应和圈相应,再将RL点路的零输入相应,零状态相应和圈相应,共需要列除和秋节六个位范方称。 本教呢,先将RC点路的零效应,在秋节零效应的零状态相应时,得出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公式,改公式可以用于对其他电路零状态相应的零状态方法,我认为是比较简单的,也就是说,我们这一节课,将课的顺序和一般的教材是不一样的。 一般的教材啊,秋节的零状态方称的数目比较多,我们这一节教材啊,只要秋节一个零状态方称,得到一个规律性的公式,其他的啊,我们就不再秋节了。 第一,RC点路的零状态相应,先看点路介绍。 这里有一个开关,原先喝到A,在T等零的时候,由A喝到B。 这个时候,点容上的变,就会发生变化。 点容上的变,原来啊,分于U0,最终,关于它的时候,达到US。 现在我们就通过,列个仿称来秋节,点容上变啊,和点容的变化规律。 当然这个仿称啊,是一个微分仿称。 我们看,第二组,列仿称。 当泰罗喝到B以后,我们列个仿称是这样。 RC加UC等于US,RC啊,R称号IC啊,就是这个点阻上的电压。 这项UC就是点容上的电压。 点容上的呀,加点阻上的电压,等于这个点亮的US,就是这个仿称,非常艰难。 然后,我们说,根据点容上,点溜和电压的关系,RIC等于C,DUC,DT。 把这个仿称带入这个公式中,就得到R,C,DUC,DT,加上UC,就等于US。 那么我们看,这个仿称啊,是一个,什么样的仿称呢? 这是一个一解的,因为这由一解导数,是一个线性的,肥气似的,仓舞有三线仿称。 啊,所以它线性,是指的,电路里边这个R,C,是长速。 肥气似的微信仿称,是这个US不等于0,它是肥气似的。 如果US等于0的话,它就是一个,气似的,仓舞有三线仿称了。 那么,对于这个微信仿称的求解啊,我们是这样子,用这样的方法来求解。 就是说,微信仿称的结,等于它的特点,加上一个七次仿称的重结。 写出来,就是UC,等于UC一条,加上UC两条。 我们现在求特点。 特点啊,就是符合方程的一个特例。 啊,只要UC,加上一个UC啊,它只要符合这个方程,你把它带进去,以后啊,它符合这个方程,那么它就是一个特点。 在这里边啊,我们求什么呢? 我们把这个特点啊,求成这个US。 UC一条,这个特点啊,这个特点啊,就等于US。 因为,点龙方的电压,UC啊,温开的时候啊,会等于这个US。 那我们,假设它等于US的话,带到这个微信仿称里边,看它称立不称立呢? 我们说,带到这里边的话,是称立的。 因为什么呢? RC,UC对气球导入,这个US对, 所以实现求导入以后,这一项,这一项应该变成一个0。 UC就等于US。 然后我们求七次方程的统结。 假设这个统结啊,是一个A,E,P,T,是一个直输函数。 那么,我们要求这个统结的话,就需要把这个A求出来,把这个P求出来。 怎么求这个直输函数像P呢? 我们这样,将UC两条等于A,E,P,T,带入这个七次微信仿称当中,七次方程当中啊,RC,UC,它的导数,加好UC。 带入这个七次方程当中,我们能够把这个P求出来。 我们想想看,把UC两条,将近A,E,P,T,带入这个防征以后, 想看这一项,RC,UC,Q导数。 就是这一项Q导数以后啊,变成了A,照样些啊,E的P四方Q导数变成了P乘合1,E,P,T。 UC,用这个UC两条,A,E,P,T,载进来。 这个,这个位置七次方程了,就变成下边这个方程了。 来,我们看,这两项当中啊,就有A,E,P,T,把这两项,就出于A,E,P,T, 就把它想通的想越间调,就可以正立以后得到R,C,P,加1,等于0。 在正立以后,我们就可以找到P,就等于负的R随分之一,等于负的TOP之一。 那我们把这个R,C这一项,成为点路的实践常数,以后我们要进化命道,它的单位是秒。 这样我们就把P这一项直输项,P求出来了,P就是负的二随分之一。 就这个直输项的时候,就把七次方程的这个统节啊,带到,带入这个七次方程中,就可以求出来。 这样我们可以得到UC两项,就等于A,E,P,T,等于A,E,负的桃片之T。 现在我们来看,根据我们前面讲的UC一项加UC两项,UC一项我们已经求出来了,就是UC五项是一个特点。 UC两项这个桶间,是A,E,负的桃片之T。 我们先说套的那样,R,C,这样的话,这个A还需要求出来。 咱们求A呢? 要求A,我们就需要利用这个图式条件。 我们看,这个数字,当T等于0的时候,这个数字,点成这样一个数字,UC,点成UC0。 这UC0呢,直接是0正的一个时刻的点框的点数字。 UC五项,这样写A,E,负的桃片之T,写成A,E,负的桃片之0。 我们看,这一项,1的0次方就等于1,所以这一项就等于UC五项加A。 那么,我们可以求到A就等于什么呢?等于UC0兼UC五项。 现在我们把A也求出来了,这个数字里边的A也求出来了,再把A带入这个公式, 我们就可以求的UC,就等于UC五项加A,E,负的桃片之P,这个数字,等于UC五项加A,写成这一项,UC0兼UC五项,E,负的桃片之P。 那我们看这个数字当中,UC五项啊,就是US,温采的桃片之P,这个UC五项,等于US,UC0,点桃片之P,就等于这个U0。 1的4的桃片之P这一项,我们写到过,桃等于2C,桃等于2C,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点龙状这样的变号规律求出来了。 我们再总结一下,就点龙状这样的时候,我们是通过,求解一个微层仿称,来求解的,怎么解呢? 我们先列出这样一个微层仿称来,我们说这是一个,一节,贤性,肥七次的桃物有三线仿称,它的节等于特节加统节,特节啊,我们就,以US带路,因为UC它的温采就是US。 然后,求同结的时候,求七次房称同结的时候,我们叫做同结是AEPT,把这个狮子带路七次房称当中,整理以后,我们就可以求的这个P。 然后,我们再利用图书条件,求这个系数A,最后,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公式,UC等于UC物侵加UC丁,兼UC物侵,一的负的桃分之际。 接下来我们来看,第六个问题,点龙上点流的两种求法,第一种求法,就是根据这个导书公式,IC等C,UC对实践求导书,然后,就把这一项,UC对实践求导书,这个求导书的过程啊,我这里就不讲了,大家可以暂停它了以后,仔细地研究一下。 IC就等于I令,一的负的桃分之期。 或者是IC也用欧姆定义来计算,我们来看这个公式,US间UC等US间UC除二,就是说,在这个点路当中,US间UC就是点足方的点压。 点足方的电压,除点足的数字,就是点足方的点流,也就是点龙上的点流。 这一项就是点足方的电压,除点足,这就是欧姆定义。 然后,大家把这个UC带入这个公式,整理以后,就可以得了,RIC等于I令,一的负的桃分之期。 整理的过程,我这就不讲了,大家可以暂停下来,自己整理一下。 我说,需要反映一下,这两个公式啊,后边这一部分,大家不用背,背的公式太多了以后,大家记不住。 只要记住前面这两个项,到时候,自己整理一下就行了。 特别是左T的时候,左T的时候,这个带入数据以后,这个秋早书,或者用欧姆定义,就变得非常艰难。 好,下面我们看,你记,二点四点一,点路路处合适。 下车点足等于两欧姆,点龙等于五欧姆,右定等于六负,右S等于四负。 经过昨朝事件,点龙上的点,涨到九负。 我们来看一下,右定是六负,也是点龙上的图示之。 点压是六负,右S是四负,点龙上最终的温带点压制是四负。 当菜单右A贺到B以后,点路会发生一个患度过程,或者是过渡过程。 点龙上的痒就会逐渐地等到。 现在呢,我们需要问的是,经过昨上试验,从点龙上的痒从六负升高到九负。 怎么计算呢? 我们先计算出点龙的实验场所来。 套等于2,2,2称上,5称上十的负六四方。 是5称的十的负六四方,是把它换成一个发了。 这样得到的是十的负五四方单位十秒。 在这里我介绍一个规律,大家可能第一次遇到这个二二岁,乘下来以后,不知道这个超级最终单位,如果不知道是多少的话,大家可以这样的处理。 这个点足用几本单位,欧姆,点龙用几本单位,发拉,得到的实验常数,用几本单位,秒。 好了,修处实验常数来以后,我们看,UC这个UC5Q,假UC0,兼UC5Q,一底负的淘汰字体,带入这个式子里边。 UC5Q就是US,UC0就是U0,这个UC5Q就是US。 UC5Q,一底负的套等于十的负五四方。 这么一负就得到,是间四,一底负的五四方T。 我们说,假设经过一个十点T以后,点龙上点打了九负,那么,这边,上面的公式,九就等于十,间,四,一底负的,十的五四方T。 大家,根据这个式子,就可以求助T来。 T等多少呢?是13.8个微妙。 第七个问题,我们看,点龙上点亚的波线。 点龙点亚的波线,我们用这么两条曲线来表示。 这条曲线,是说,当U0消于US的时候, 换了以后,点龙上点, 会升高,由U0升高到US。 这个错是U0大于US的时候, 换了以后,点了点,就会从U0渐消到US。 到A0129的波纸上点亚的金额会设计会 您的模式感应。